这一题是关于恒等式的题目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把它分开左边右边各自拆开 然后因为它永远都是双等 所以你就可以比较到x的系数 左边和右边的一样 上数也是左边和右边的一样 你建立到等式就可以计算到a和b的关系 但这一题代入的方式是可以压到性有利的 如果你想不到的方法,那你如何处理呢? ax 加 3a 加 3b 加 3b 加 3b 所以问你有多少个 x 就是 a 加 3b 加 3b 加 3b 然后上数部分就是 3a 加 3b 就叫做整理好左边 右边也是一样分开多少个 x 和上数 c 和 x 加 2c 透过比较系数 利用恒等式的特性 例如2x 加 3 恒等于什么 就必然是 2x 加 3 意思是有多少个 x 一定是双等 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a 加 3b 会等于 c 另一方面 3a 加 b 会等于 2c 我们要建立一个没有 c 等式 所以我们将 c 代入,令它不见了 3a 加 b 会等于 2 个 我们不用 c 的写法 我们用 a 加 3b 的写法 得到 3a 加 b 会等于 2a 加 6b 所以相反的位置 3a 加 2a 6b 加 b a 加 5b 所以a 加 b 会等于 5 比 1 答案也是一样,也是 d 2b 加 4b 2b 加4b 3b 加4b 加5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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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6b 加5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